一日深夜,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,习近平紧盯着显示屏,上面正显示及时的红海局势,他问身旁的刘振丽,我们的导弹准备好了吗? 刘振丽看了下手上iPad的数据,面目难色地说,主席把水排出,再重新加注燃料,恐怕来不及。 习近平接着问,别的导弹呢?之前你说刚投入使用的那批呢? 刘振丽又看了下手上的iPad,表情更难看了,他说,主席,这批导弹用的燃料被盗了,好像被拿去当火锅瓦斯卖掉了。 习近平接着又问,我们的海军,最近的舰队抵达战斗位置,要多久? 刘振丽又看了下手上的iPad,回答说,主席,我们的几个编队都太远,恐怕来不及。 习近平无奈挥挥手,说,打给联合国的张俊,这个,谴责胡塞武装决议,我们改投7圈票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剧场,本剧由六度A编写制作,涉及的人物情节,部分属虚构,请勿对号入座。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,经济学家,媒体人,工程技术人员,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,网友与六度A参与,合作完成各种内容。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。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,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,修正错误。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,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,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。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,接着来看相应的新闻。 纽约时间1月10日,联合国安理会今天以11票赞成,0票反对和4票期权,通过离分由美国和日本起草的决议草案,最强烈的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和货船的事件,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此类袭击,并鼓励会员国继续建设和加强自身能力,以加强海上安保。 赞成11票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瑞士、厄瓜多尔、规亚纳、马尔他、塞拉利昂、斯洛温尼亚。 反对0票 弃权4票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阿尔及利亚、莫桑比克。 中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。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,中方对安理会进一步采取适当行动,维护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在鸿海水域的航行权利持开放态度。 他说,中方建设性的参与磋商,并同俄罗斯、阿尔及利亚等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。 提案国对决议草案做了改进,我们对此予以肯定。 但有些修改意见没有纳入暗闻,决议草案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模棱两可,令我们担忧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,甚至带来消极后果,导致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。 因此,我们不得不再表决中投了弃权票。 张军表示,中方呼吁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决议要求,立即停止洗扰民用船只的行为,尊重各国在鸿海水域的航行自由。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,为缓和鸿海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负责任作用。 任何国家都不得曲解和滥用这项决议有关条款,在鸿海水域制造新的紧张局势。 张军还表示,当前鸿海的紧张局势是驾沙冲突外移影响的表现之一。 在驾沙立即实现停火刻不容缓,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前提,是国际外交努力的最优先事项。 根据2021年上半年的报道,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位居苏伊士运河最大客户,其次为美国和日本。 十余年来,每年有两万多艘世界各地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,其中国往的中国船只独占十分之一以上,目前中国对欧出口60%去到苏伊士运河。 另据报道,美国和英国星期五,1月12日,对湖塞武装在野门的60多个目标发动袭击。 这是湖塞武装去年底开始攻击鸿海商船以来,西方国家对它的首次军事打击。 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巴林、加拿大、丹麦、德国、荷兰、新西兰和韩国政府星期五发布联合声明说, 我们的目标仍是缓和紧张局势,恢复鸿海的稳定。 声明说,但我们要发出明确信息,面对持续不断的威胁,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捍卫生命,确保世界上最重要商业水道之一的航行自由。 美国总统拜登也说,这次的防御行动发出一个明确信息,即美国和合作伙伴不会容忍对盟国人员的袭击, 也不会允许危及航行自由的行为。 英国武装部队部长西培童天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, 英国没有立即进一步执行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的计划。 决析,自去年11月以来,胡塞武装在鸿海对商船发动20多次袭击,形成国际挑战。 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Emo说,大约15%的全球船运贸易经过红海, 这使其成为一条关键的船运航道。 自从胡塞武装11月19日开始攻击船只以来, 船运商避开红海,选择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更长路线。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说,他们攻击与以色列有关或死亡以色列的船只, 这是为了支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。 但是,来自40个国家的船只受到了攻击, 并不是所有船只都与以色列有关联。 自从11月19日以来,胡塞武装分子还一直把日本公司运行的银河领袖号, Galaxy Leader的25名船员扣为人质, 决议呼吁立即和无条件释放船员和船只。 美国军方周二晚间报告说, 在鸿海南部发生了涉及18架无人机和三枚反舰导弹的一起新的袭击事件, 攻击方向是一处由几十艘船运作的海域。 这是11月19日以来,胡塞武装发动的第26次这类袭击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剧场, 本剧由六度维尔编写制作, 涉及的人物情节部分属虚构, 请勿对号入座。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、媒体人、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。 网友与六度维参与,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,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。 这是一个新型的实验性媒体方式,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、修正错误。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,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。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。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。